而且我主要畫的是貿易順差比例的趨勢線 那才是我們的重點 畫面就用一下 那我們現在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貿易順差趨勢線 貿易順差比例趨勢線 這條趨勢線 因為你在報告的時候 雖然這樣呈現給別人看 但是最好這邊有一條輔助線來去說明 好 所以當然就是點選分析裡面的趨勢線 趨勢線裡面新增 他就會告訴你這條趨勢線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個趨勢線 他只能在這套軟體裡面 他就只能做線性 線性 他也沒辦法做一些指數型的 或者是多 或者是多 多 非常多 multiple function 叫做函數型的 他是沒辦法做出來的 好 那就請你們來去做這條趨勢線 主要是這條趨勢線 那這條又是什麼 這是為什麼會往下 主要就是因為2022年的影響 好 我只是要稍微告訴你這件事 但是如果我今天我看的是一個整體性 而且我看的是這個指數 所以2022年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指數看的是那個比例的變化 就是這兩者之間也有存在這個順差比例 只要是看比例是可以這樣看的 好你看像2022年的比例 比例居然高於2021年對吧 所以看比例不用刻意的篩卷掉未完整的那一個年 好提供給你們參考